剛才講起文革,我們要分享一段東西 其中一段來的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十幾年前,好像有20年 我在大陸買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十年,上集,下集 我也不知道放到哪裏 聽聞就已經禁止了 製作這段片段的VCD人很聰明 因為他是得到批准才做的 他在整個VCD的頭上 就做了一集無尼納費的講地震的東西 之後就入獄,等到那些人可以知道文革 聽聞現在就禁止了 但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這段在大陸自己製作 當年在公安可以賣到的文化大革命 這一段的對話其實是很經典的 5月4日至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 5月16日 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 中共中央通知 及516通知 宣布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 隶属於政治局常委會 文革小組開始由陳伯達當組長 8月底由江青代理當組長 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 成為文革的實際指揮機構 通知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指導方針 這次會議標誌著左卿方針 在黨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 也標誌文革動亂的全面開始 文革動亂歷時十年之久 是共和國歷史上發動最廣 危害最大的政治運動 發動這場運動 是毛澤東同志和我們黨的最大失誤 粉碎四人幫後 中央宣布文革結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 我們黨又實事求是的 但是呢 現在的中共呢 就開始全盤左傾了 而這些的片段 和這些的VCD或者DVD 或者所有的東西 又不給看了 所以我保持著這盒VCD 和拍下這段給大家看看 中共曾經在九十年代 批評自己的 現在不會了 現在又阻了